一个古朴的八音河夺去了数条人命 整座城市由此人心惶惶 哈喽大家好 我是有子秀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的是 铁证玄暗之夺命八音河 一定要看到最后 故事开头 超市电源内藤有梅子 一本吐槽翻开手机卖不出去 一边将积压的货物送入仓库 在整理物品之时 发现了一个古朴的八音河 可打开没几秒钟 八音河发生了爆炸 电源内藤当场身亡 可是由于证据不足 案子变成了悬案 两年后 同城的健身房和医院中 又相继发生了两起爆炸事件 手法如出一辙 炸弹都是装在不起眼的八音河内 很可能是同一人所为 不久后 警师厅搜查一刻 接入调查此案 据悉 在三起案件中尚有幸存者 健身房爆炸案的受害者 消防员真吴先生 不幸被炸断了作弊 据真吴先生回忆 那天他下班之后 致健身房健身 走到更衣室附近 为此发生了爆炸 石川警官询问 当时是否有听到八音河的声音 真吴先生表现 爆炸前他听到了八音河音乐 媒体邮票的礼物 而爆炸发生后 听到了相同旋律的口哨声 八成是凶手来现场 确认爆炸情况 不过他并没有看见凶手的脸 只是回忆起在案发前 与更衣室的保洁小哥 打了个照面 得此线索 搜查课传唤了健身房的保洁 精进遮掩 原来这个精进 只是个高中生 平日被着学校打工 案发那天他逃离县城 不仅仅是因为害怕学校 得知他违反校规打工之事 还因为他经常利用 职务之便顺手牵羊 拿走顾客落下的物品 那天他就顺走了 顾客的一个钱包 顺带打开了那个八音河 只是真吴先生 恰恰前来 他才放下八音河离去 看来他并不是本案的凶手 案件也由此陷入了僵局 金子警官认为 几个案件都和八音河有关 这种精密仪器 并不是人人都能制造 莫不如从厂家入手来搜查凶险 不久后 警示厅的立川警官便锁定了凶险 因为销量惨淡 这种滚筒八音河早已退出零售事成 定制的人也并不多 近来一口气定制好几台的顾客 只有一个叫高元昊的中年男子 可惜此人现在不知去向 警方只能退而求其次 搜查了高元昊所在的公寓 本次搜查不需此行 原来嫌犯高元昊蓄谋已久 其家中不仅有制造炸弹的工具 还贴有受害医生 长狗穿杨介的照片 另外还发现了一个叫当麻社发来的结婚明信片 由于这张明信片没有贴邮票 说明是当面交给嫌犯高元昊的 换句话说 二者至少是属人 还有 其照片墙上贴有一个陌生老者的照片 石川警官立马下令 警示厅迅速调查 且严密保护这两个人 不过房间里并没有找到 受害超市店员油妹子 和受害消防员真吴的照片 或许是凶贤误伤了二人 可警方还没来得及保护照片中的老者 爆炸案再次发生 原来是高元的前上司 田田英智先生被炸伤 案件越发紧急 当务之急 是把最后一名潜在受害者 当麻社保护起来 据悉 当麻原来是先前案发健身房的会员 恐怕凶手当时想要用炸弹八音盒解决他 结果阴差阳错 炸伤了消防员真吴先生 石川和高木警官驱车前往当麻社家中 原来当麻是一名银行职员 育有一女 可以说是滴滴道道的小资家庭 警方询问 当麻是否与人结仇 当麻立马适口否认 只是其妻子坐不住 声称前些天 他接到了一个恐吓电话 电话中的男子 表面上是要归还 当麻一世的健身房会员卡 实际上话里有话 适则在银行工作的当麻 请天借伞 与天收伞 坐收渔翁之力 甘愿当资本家的走狗 还顺带祝愿了其女儿 钢琴水平提升 这无疑是赤裸裸的威胁 经验丰富的石川警官认为 当麻先生绝对隐瞒了真相 因此拿出了在凶贤家里 找到的那一张 没有填写地址的明信片 并询问其是否认识凶贤 高原浩 当麻先生见真相瞒不住 便说出了实情 原来凶贤高原浩是他的亲哥哥 他们的父亲 原本经营了一家木材家工厂 只不过由于经营不善 被迫歇业 家庭也陷入了困顿 弟弟高原社 被过记给当麻家做养子 也就是现在在银行工作的当麻先生 另外 警方还调查到 嫌疑人高原社 原本是一家大型企业的机械工程师 只不过在2015年时 被公司解雇 中年失业 将他小女儿去世 妻子离异 一个成年人最害怕发生的几件事情 都降临在他的身上 恐怕这成为了他报复社会的原因 随后 警方走访了高原社的前上司 被炸弹袭击的英智先生 英智先生表示 他是公司的人事部经理 在六年前 他迫于上风的压力 解雇了虽然经验 但综合实力落伍的高原先生 尽管公司有终身雇佣的承诺在先 但思习就是这样的不讲古德 一个人干不了两个人的活 就他们滚蛋 顶多赔点理智金 英智先生在公司里 就是扮演着这个 唱黑脸执行者的角色 于是成为了高原的包袱对象 最后 石川和高木警官 询问了高原的前妻 对其 高原失业没多久 乌露偏逢连夜雨 年幼的女儿被查出了癌症 一家人处于崩溃的边缘 医院中的高原 将到女儿疼得整宿睡不着 便去求当时的职丸医生 长谷川养解 希望他能够出诊用药 减轻孩子的痛苦 可这个长谷川医生 相当的不敬业 他这样的自己有铁饭碗 宁可在前台摸鱼 也不愿意在夜间出诊看兵 高原在医院与之大吵了一架 恐怕这也成为了 高原机炸弹报复的职业原因 几天后 先前不大配合的当麻社先生 主动找到警方合作 他拿出了从哥哥高原那里 得到的同款八音盒 同时他也谈起了 自己同高原的恩怨纠葛 原来 哥哥高原遭受失业 离异 痛失爱女之后 独自一人回到了 父亲废弃的厂房中生活 他曾经有劝高原 从头再来 不要抱残首缺 而此时的高原依旧认为 自己和父亲 如同工匠一般敬业 最后只能闹得各 妻里子散 家伙人亡 反倒是像弟弟当麻 这种投机分子 在银行里 笑评不笑娼的玩弄资本 最后躋身于社会上流 弟弟当麻 见话不投机 也考虑到哥哥落魄到无法翻盘 便借此机会 果断与之断绝关系 这恐怕就是自己 差点被炸弹暗算的导火线 另外 他提示警方 哥哥高原 经常会在家乡的教堂里 思考人生 因为教堂中 有父亲纯手工打造的椅子 得此线索 警方立马出动防暴警察 与谈判组前往教堂 果然 高原抱着手工八音壳 独自一人 思考人生 本木警官一边安抚其情绪 一边询问高原 为何要杀害 毫无瓜葛的超市女店员 原来 高原失业以后 买不起智能机 便打算至超市 选购一台便宜的老人机 大大咧咧的女店员 那层油美子 并没有看出高原的落魄 一个这样的表示 这些老人机过时了 同时还贬损 高原手上的翻盖机 早就落伍 跟不上时代了 然后强力推销 大屏智能手机 结果 走火入魔的高原 感觉自信心受到打击 感觉自己就像是那些 虽然耐用 但早已不符合 时代潮流的翻盖机 迟早被社会所遗弃 然后又想到 自己连智能机都买不起 遭人耻笑 便恶从心中起 随手将带有炸弹的八音盒 放在了货架上 本木警官见高原 愿意吐露心扉 并找到其身旁 想夺下他手中的八音盒 没想到 八音盒里并没有炸弹 而是其女儿和妻子的照片 本木警官突然背后一凉 既然这个是个空盒子 那么装有炸弹的盒子 还得别出 过山 高原早已将真正的八音盒 交到了弟弟当妈的女儿 千早的手上 而此时 千早正参加一场儿童钢琴比赛 会场上除了千早 还汇聚了各方精英的数十名孩子 局势万分紧急 可警方还没来得及赶去会场 千早已经打开了八音盒 现场传来了一声巨响 好在这一次 高原只是在八音盒里 装了一个恶作剧的哑蛋 毕竟 他实在不忍心杀死 和女儿一样可爱的孩子们 这次 只是用这种黑色幽默的方式 愚弄一下警方 然后束手就筋 这就是夺命八音盒的故事 我是游子树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我的 B站微博YouTube QQ群 我们下期再见吧